好 另外看国际的另一个大灾难 就是海地的大震 一个多月前 海地总统遇刺身亡 周六发生规模7.2强震 造成了海地的西南部严重受创 至少1300人死亡 6000人受伤 海地现在有上万栋的房屋都损毁 雪上加霜的情况是 热带低气压格瑞斯已经逼近海地 预计星期一将会登陆 带来强降雨 让灾民跟搜救情况都更加悲观 有一次台湾加勒比海邦交国海地 面临重大灾害 14号规模7.2强震袭击海地 造成至少1297人死亡 超过5700人受伤 海地总理亨利宣布 进入围棋一个月的紧急状态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早上8点半 深度仅10公里 镇央在海地西南部 距首都太子港西方125公里 连西边的古巴和亚乃加都有感 当地部分小镇几乎被移为平地 甚至引发土石流 超过7000栋房屋全毁 近5000栋损坏 教堂 饭店 医院无一幸免 让这个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 在贫困恶化 新冠疫情 政治不稳定和帮派暴力下 在遭天灾重创 2010年太子港周边规模期的大地震 造成十多万人死亡 这次死伤或许不会这么惨重 但五个星期前 海地总统摩依氏才遇刺身亡 国家还没从政治乱举走出来 强阵的破坏 救援和灾后安置 对海地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们有第一个公园 被踢了道路 然后跨了马特斯坦 因为这个区域是厉害的 因为有阻害的状态 但是我们也 managed to get through 然后把我们第一个公园 透过无人机空拍 可以看到当地建筑物东倒西歪 到处都是瓦砾堆 数千名伤者已让当地医院几乎瘫痪 目前最紧急的人道救援 就是医疗援助 水 环境和个人卫生 这家来凯市稍聚规模的饭店 正后整个倾斜 地震发生时 饭店内正在举行庆祝活动 因此聚集不少人 傍晚又一具七岁女孩遗体被抬出 临近的国家包括多米尼加和墨西哥 把粮食和药物紧急空运或陆运到海地 哥伦比亚派遣搜救队前往 美国也送进物资和65人的城市搜救队 美国海岸防卫队直升机 则帮忙运送患者 世界排名第二的日裔海地裔网球女将 大阪直美也宣布 把本周辛辛纳提大失赛的奖金 全数捐出救助海地赈灾 教宗方及各呼吁国际社会尽速支援 很多海地人因为十一年前强症的创伤 不敢睡在屋内 宁可夜宿户外帐篷 不过糟糕的是热带低气压 葛瑞斯星期一就会登陆横扫海地 预计将带来好雨 可能导致土石流河水暴涨 阻碍援助和救难工作 而原定9月举行的总统大选 原本就传出可能延到11月 现在再加上强症灾难 要如期举行恐怕更加困难 TV新闻综科报道 新闻综科报道